在贾宝玉之外 林黛玉的人际沟通行为又是怎么样呢 我选择了林黛玉和王夫人的陪访 周瑞嘉的席人 还有薛宝钗 还有贾席春 还有刘姥姥他们之间的互动来讨论 那林黛玉跟周瑞嘉的互动其实非常的少 所以我还是选了宋宫花这件事情来当例子 这个例子我在第八讲 在说聆听的障碍当中的魏武仙之跟心怀成见的时候 我提到过 那时候我讲的是 林黛玉他的心里老是想着如波甲的下人们看不起他 所以他才会为虎先知的说 很想周瑞嘉的没有把他看在眼里 那我们已经知道了 周瑞嘉的他是用距离离乡院的远近来送花 这是因为他受薛宝妈的委托去送花 那周瑞嘉的他就一路往西走 那他先到了贾宁村贾探村贾锡村他们这三个姐妹住的地方 他们住在王夫人的屋子后面的三间的小宝廈里面 之后呢 周瑞嘉的再到王熙凤的住处 之后才到那个贾宝玉跟林黛玉所住的贾母的那个屋子 那我在这一讲 重提这件事情呢 就要换另外一个角度 从林黛玉他收到公花之后的反应 跟其他人有什么不同的来看 那贾宝玉呢 他一听到周瑞嘉的说是来给林黛玉送花 他就先问那是什么样的花 他的这个问题呢 表现出来他对这个东西呢 怀有好奇心 那林黛玉呢 他就只有就着角宝玉手里拿着的花呢 看了一看 披头呢 就问了一句啊 还是单送我一人的 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 那这个问题呢 反映出来林黛玉关心的是 他在荣国府里面的地位啊 那周瑞嘉当然是按照实际的情况 来回答林黛玉的那个问题啊 那他就说啊 各位都有了 这两支是姑娘的了 他的去实已告呢 却换来林黛玉的冷笑说 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 那周瑞嘉呢 周瑞嘉等是王夫人的陪方啊 那林黛玉呢 他没想到这一程 他就很单纯的是顾着表达他自己的不高兴 那对照之下呢 贾宝玉 会跟周瑞嘉的外人其他 送花的那个薛姨妈跟他的表姐好不好 他贾宝玉懂得起码的礼貌啊 另外呢 比较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贾宝玉他在表达礼貌的时候呢 他也把林黛玉带上了 他说了很得体的话 就是回应那个周瑞嘉的话 谁去瞧瞧只说我与林姑娘打发了来请姨太太姐姐安 问姐姐是什么病先吃什么药 论里我该亲自来的 就说才从学里来 也着了些凉一日 一日就是改天啊 再亲自来看吧 有这样子的话可以看得出来呢 贾宝玉呢 她不但懂人情事故 而且她也很懂得要怎么样去爱护林黛玉 所以才会把林黛玉也带上了 说林黛玉也一起问姨太太 就是她的姨妈跟表姐好啊 那现在要来看周瑞嘉的她把花送到甲银村 甲探村住的地方的时候呢 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那时候呢 这两个姐妹正在下棋 那他们看到周瑞嘉的来送公花 他们就停住了 他们都起身 欠身向周瑞嘉的道谢 那喜春呢 花送到的时候呢 她是跟那个小林姑自能儿在讲话 所以呢 她就对着周瑞嘉呢 开了自己一个玩笑 说她呢 以后呢 她也要剃了头发呢 去当林姑 那个时候呢 她就不知道要把花带在哪里了 那王兴凤的婢女平儿呢 她把花收下之后呢 她就要周瑞嘉的回去跟薛姨妈道谢 那我们这样看下来 就是贾家的这些正经主子们 他们该有的礼数都尽到了 那反观林黛玉对薛姨妈 还有周瑞嘉的一个谢字都没有 不但如此呢 还能言能语又凑一张脸 这会留给周瑞嘉的什么样的印象呢 那周瑞嘉的又会怎么样去跟王夫人说呢 林黛玉呢 她是经不起别人开她玩笑的 但是呢 她却很爱开别人的玩笑 这玩笑 两个字 也可以说 就是《红豆梦》里面提到的打趣 那林黛玉开别人玩笑 就是她喜欢打趣别人 那她的开玩笑的对象呢 有两种类型 一种呢 是跟贾宝玉关系很亲密的人 这种人呢 可能会跟她瓜分贾宝玉了 那像席人啊 像薛宝菜啊 那另一种呢 就是她看不起的 像墙下来的阿婆 刘姥姥 或者是能力稍微比较差一点的 表姐妹 贾宝春 那 对着席人跟对薛宝菜 林黛玉呢 她是带着处意呢 在剖酸 那我的重点呢 是放在她 林黛玉她去打趣席人这件事情上面 那这件事情呢 要从呢 某一年的端午节啊 秦文跟贾宝玉发生冲突开始说啊 那秦文呢 她不小心呢 摔坏了贾宝玉的扇子 那贾宝玉骂了她一声蠢财 那秦文心里面就不痛快了 不痛快了 她就顶嘴 那从秦文这样的行为 我们也可以知道啊 贾宝玉呢 她平常是怎么样宠她的婢女们啊 那 习生呢 她听到的 她们两个吵架的声音呢 她就要过来劝和 那她说了一句啊 对秦文说了一句 好妹妹 你出去逛逛 原是我们不是 那这句话 带有 习人她跟贾宝玉是一体的 那她要带贾宝玉来向秦文道歉这样的含义 秦文 当然听得出来啦 所以呢 我们这个词 在秦文听起来就 分外的刺耳 再度引发她 吃醋 那秦文就反击习人说 连个姑娘还没正上去呢 也不过汉我似的 哪里就称得上我们了 那秦文 她所说的这个姑娘呢 指的是收房丫头 那是啊 被纳为妾的贴身的婢女 这样种身份的人 她的地位呢 比姻娘还低一点 那秦文呢 这样说啊 说习人 那这个话啊 听在习人的耳朵里面就好像呢 一根针刺在她的心上一样啊 那习人这项子呢 恭亲便士主啊 场面呢就换成她跟习人的冲突 那贾宝玉呢 她听见了秦人呢 听见了秦文呢 三番两次去奉势这个习人 那秦文呢 还说呢 别以为她不知道习人跟宝玉 两个人鬼鬼祟祟 曾经做过的那件事情 那贾宝玉呢 就更加不高兴 她气得说 她要把秦文呢 赶出去荣国府 搞到最后呢 三个人都哭了 那林黛玉呢 就是在这三个人 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呢 走了进来 她一进来开口就说 大姐下怎么好好的哭起来 难道是为争种子吃争闹了不成 林黛玉她非常的聪明 她反应也非常快 她就急息借题 发挥了她做文章的这个能力 那因为那时候呢 就是冬午节嘛 所以她就随口拿吃粽子的这个习俗来开玩笑 那林黛玉说 他们三个人是不是为了争着吃粽子 所以闹翻了 那这种说法呢 根本就违反常理 所以呢 贾宝玉跟席人他们听了之后 就不吃一声就笑了出来 那为什么没有提到秦文呢 因为秦文已经走出屋子了 那林黛玉开的这个玩笑呢 无伤大雅 所以呢 缓和了这种不愉快的那个场面 也产生了一种大圆场的效果 但是呢 林黛玉呢 他怎么会不好奇 贾宝玉跟席人 为什么都哭了呢 那林黛玉他没有去问贾宝玉 他从席人下手 想要问出原因 那林黛玉呢 是何等敏锐的人 他早就看出贾宝玉跟席人的关系呢 不太寻常 已经不是祖父的关系 其实是跟夫妻差不多 所以呢 他就两次故意用嫂子来称呼席人 那我认为呢 这是试探呢 也是一种心愿 那他用这种措辞的时候呢 他还有处味在里面 那林黛玉 他开的 这个玩笑呢 称席人为嫂嫂 这个玩笑呢 是席人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去承受的 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过 秦文他早在林黛玉之前 就去讽刺习人说 连个姑娘都还没正上去 也只不过就是跟他一样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还好意思 用我们来讲他跟贾宝玉 那贾宝玉呢 他又听到林黛玉这样 嗓子长嗓子短的 所以呢 他就为习人的处境呢 担心起来的 他就劝林黛玉说 你何苦来替他招骂名 那贾宝玉呢 这样讲呢 是非常体贴习人的 那这种体贴呢 震撼那个林黛玉去开 习人的玩笑 他形成一种对比 哎呀 不得不说呢 那林黛玉呢 他又违反了 礼貌原则当中的 一致准则跟同情准则 就是就他对习人所 用的那个嗓子的词来说的 那林黛玉呢 也十分注意薛宝采的一举一动 所以他绝对不会放过机会去酸薛宝采一下 那在第22章PPT呢 我就举了一个例子 那就请大家看就好了 你们自己看就好了 那林黛玉 他怎么样去打去刘姥姥跟喜春呢 这个都跟第41回 还有第42回 刘姥姥他第二次进到荣郭府 所发生的那一连串的事件 有关系 那有一天呢 刘姥姥他就给荣郭府 送了一些他刚摘下来的瓜果蔬菜 那贾姥知道说有这样一个人来了 他就想见见他 那见了之后呢 觉得蛮开心了 《红楼梦》里面这样写 贾姥跟刘姥姥谈了话之后呢 饭菜呢就吃的特别多 而且呢大湾园呢 原本只能走一小段的 后来都可以走了半个园子 所以呢 王熙凤跟金鸳鸯看到这种情形呢 就想要拿刘姥姥来斗 贾姥开心啊 所以呢 接下来就是我们所知道的 王熙凤跟金鸳鸯 用那个豪华的宴席来招待刘姥姥的时候呢 就一直抓机会 让这个乡下老太太来出丑 用他的蠢相来斗 叫老太太开心 那事件非常多了 其中一件呢 就是拿黄羊木啊 所做的这个套杯啊 的其中最大号的那个杯子啊 装了酒来灌刘姥姥 那刘姥姥啊 因为酒喝多了 他就有 有醉意 那加上了现场的是有 音乐的演奏 所以他高兴呢 就手舞主导起来 那贾宝玉看到这个情形呢 他特别离开他的座位呢 走向林黛玉 要林黛玉去看一看刘姥姥的啊 这个样子啊 那 江宝玉就是这个样子啊 他 有好玩的 他一定要跟林黛玉分享 那林黛玉看了之后 他就笑说啊 当日圣月一咒 白寿帅武 如今才应有尔 林黛玉这个贵族小姐 他很有学问 他用的是上书余书 异记里面呢 鱼籍腐蚀 白寿帅武 的典故来嘲笑一个乡下阿婆 那贾宝玉呢 他也笑这个乡下阿婆 但是呢 他也能够体恤这个乡下阿婆 那贾宝玉呢 他后来是跟妙玉要了 成瑶五彩小盖宗给刘姥姥 又让他带回家去 卖这个东西去过日子 那为什么会跟戴玉要这个乌才小盖宗呢 是因为刘姥姥在妙玉她的龙翠庵呢 用那一个杯子喝过茶 那妙玉呢 就嫌脏 不想要了 所以贾宝玉呢 就特地跟妙玉要这个杯子呢 要给刘姥姥 那从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看出来 贾宝玉 在待人处事上面 跟林黛玉跟妙玉 有非常大的差别 刘姥姥呢 她畅游大湾人 给贾宝春呢 带来一个猜事 还有啊 也给贾宝春 带出了林黛玉 对她的嘲笑 那这怎么说呢 就是 刘姥姥跟着贾母来到庆邦庭的时候呢 贾母就随口问了刘姥姥 这个原则好或好 那刘姥姥为了要奉承贾母啊 她就说啊 大观园呢 比起他们在年画上面看到的那个风景呢 还要强十倍 那更夸张的是啊 刘姥姥说啊 怎么得有人也照着这个原则画一张 我带了家去给他们 指的是啊 她的乡下亲友啊 渐渐死了也得好处 死了也得也得好处呢 我把她啊 理解成啊 是即使死了啊 也心满意乳啊 了无遗憾 贾母呢 听她这么样一说呢 她也随口说啊 习春呢 很会画画 就叫习春画一张啊 那习春呢 只好啊 成命啊 那习春 画画又怎么跟林黛玉扯上关系呢 原来是呢 住在大观园里面的贾宝玉 林黛玉 薛宝采 李丸 贾家的三姐妹 他们成立了一个海棠诗舍啊 他们定期会有聚会 作诗 还有品诗的活动 当然也借由啊 这个作诗跟品诗来交流 他们彼此的情感 那我认为这是没有办法离开大观园的 就是小生活圈里面的豪门的女眷 他们非常重要的精神寄托啊 那贾习春呢 是诗舍里面的成员啊 那他要画大观园呢 他就要跟大家来请假 那要给多久的假才好呢 那李丸呢 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呢 把大家聚在一起 要来商量了 那林黛玉呢 在这次的聚会里面呢 他就藉由 画大观园这件事情来 打去留老王跟习春的 或许呢 大家会觉得非常奇怪 为什么习春他画了大观园 他必须要请假 那诗舍呢 也不是天天都在聚会啊 那并不会耽误习春画画 我想这就是林黛玉 能够拿习春来开玩笑的地方嘛 就是假习春呢 并没有假老太太 所想的那样子会画画 那我们细节呢 就不用多说了 那我们就提林黛玉 在那一次聚会呢 他是以独霸沟通的那个方式呢 又掌控了整个场面 怎么说呢 因为林黛玉呢 他就一直要把话题呢 转到他想要凸显的那个 刘姥姥的禅项上面 这个禅呢 就是嘴巴很禅的那个禅字 那一看开始的时候 他就说 刘姥姥算哪一门子的姥姥 直叫他是母蝗虫就是了 林黛玉用母蝗虫来讲刘姥姥 但是林黛玉的外婆呢 贾母可是用老亲家来称呼他的 那林黛玉呢 后来又故意开了假习春的玩笑 故意问假习春说 他画大观元 要画什么内容呢 他用这种方式呢 是想要来制造话题 要引起大家 抛出意见来 之后呢 再顺势来开玩笑 那他抛出问题之后呢 大家就说了很多话了 后来他说 别的草虫不画吧 祖儿母蝗虫不画上 岂不缺了点 你快画吧 我连提拔都有了 就叫做西黄大绝图 林黛玉呢 在刚刚我提到的这些话里面呢 好几次都提到母蝗虫 这三个字 那 比较特别 我也觉得比较奇怪的是 那个薛宝采 他也像是一个海盐寡语 很少去议论别人的人 他竟然 也在一旁帮强 他 大大赞美 林黛玉 使用母蝗虫 这三个字 是春秋的笔法 就是 用了那个 孔子写春秋的时候的 一次定褒贬的这种笔法 薛宝采说 林黛玉呢 用母蝗虫 这三个字呢 把刘姥姥昨天在研习上面的那个词项呢 完全都显露出来了 而且呢 还说 林黛玉 这种一字定褒贬的境界呢 比王熙凤的还高 他说呢 王熙凤的层次呢 就是世俗的取笑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 在现场的 其实还是 有贾宝玉的 那贾宝玉呢 一句话呢 都没有说 那 在现场的史湘芸呢 他也没有说什么 那史湘芸呢 他就 手扶着椅背 那他一直听 林黛玉 在那边 打去 刘姥姥 那他 听了 薛宝猜的 那个 这个 一字定褒贬 这个境界很高 这种说法之后呢 他就笑歪了 差一点就跌倒 那我们可以 再来回顾一下 在林黛玉的眼中 刘姥 到底是什么样一号人物 在他 那丁黛玉的这个眼中呢 呃 有老郎呢 就是 喝酒像一头牛 那吃东西呢 像蝗虫 的 人 丁黛玉开 贾宝春的玩笑呢 是在 李丸问大家 应该给 宝春多久的假的时候呢 他抢先说了 论理呢 一年也不多 这个园子呢 才盖了一年 如今要画自然得 两年的功夫呢 又要眼墨 又要占比 又要铺纸 又要着颜色 又要照着这 样而慢慢画 可不得 两年的功夫啊 林黛玉说的 实在很夸张了 因为呢 盖这个大观园 也就是 原非的 醒新别墅 大兴土木 也才需要一年的时间 那 贾宝春画的大观园 竟然要 花两倍的时间 而且呢 还是照着 这样而慢慢的画 这些画呢 都是在取笑 贾宝春呢 缺少画画的能力 在场的人 也都非常明白 林黛玉是在笑贾宝春 那被笑的这个贾宝春本人呢 他只是说 连他也取笑在内 这样子而已 那怎么说呢 就是说 林黛玉呢 笑 刘姥姥不打紧呢 也笑了他 那贾宝春的这种反应 表现出来 应该是他不太在意吧 那薛宝采呢 他虽然也在 旁边帮腔 来点评 林黛玉说的哪一句话呢 说的最有滋味 但是后来呢 他还是指点了 贾宝春呢 应该要 怎么样来完成他 这个画图的工作 他告诉我贾宝春说 去把大湾园的施工图呢 拿出来打草稿 在这之外呢 还全面性的建议贾宝春呢 要用什么样的 要用什么样的东西来画 是用那个绢布来画 还有要用什么样的画笔啊 还有什么样的绘画的颜料 还有处理颜料的方法 还有能装这个颜料的容器 那从这个方面可以看得出来呢 薛宝采呢 他非常清楚绘画的技术 可以看出来薛宝采他非常的体贴别人 很愿意为别人来解决困难 那做个总结啊 薛宝采的不算数 从林黛玉和习人到习春的这个人际沟通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 林黛玉呢 他喜欢开那种讽刺别人的玩笑 那这跟他的性格孤傲 还有他不无下沉是有点关系的 那不得不说林黛玉在看人方面 其实很敏锐 只是很可惜 他都是从负面的方面来看 他专挑别人的难堪啊 还有困窘啊 还有弱点啊 来开玩笑 有点故意的要去碰别人不愉快的地方 所以我就拿石湘云的话来为林黛玉 爱开玩笑 这样的行为来做一个总结 那有一次呢 石湘云呢 被林黛玉嘲笑说 他咬舌子 就是大舌头 又爱说话 常常二爱分不清 二呢 就是一二三的二 爱呢 就是贾宝玉爱林黛玉的爱 二爱分不清 那石湘云呢 他听了之后 他就反击说 他再不放人一点 专挑人的不好 你自己便离世人好 也犯不着见一个打去一个 那石湘云的观察 其实非常的贴切 那林黛玉 可以说是不分亲属 贵贱 一视同仁 只要抓到机会呢 他就会去打去别人 那林黛玉呢 只有不敢对他的外祖母 他的舅舅 他的舅妈 这些长辈 还有王熙凤 来开玩笑 那从礼貌原则来看 林黛玉呢 是常常违反 在欲同情 等等的这些准则 所以 他容易留给大家 他嘴巴像刀子一样 他喜欢刻薄别人的这种印象 我从礼貌原则来看 林黛玉的口语表达 也就是他的人气普通行为 所看出来的多半是负面的 那我不知道呢 大家的看法是不是跟我一样呢 那像洪学专家李希凡啊 李萌啊 他们对林黛玉的看法呢 就跟我有非常大的不同啊 那他们的看法是啊 林黛玉非常的帅真 很纯情 又很透明啊 透明这个我同意啊 他又非常的纯洁 这个我也同意 那他娇俏 可爱 忍人怜爱 那这个我就会打一点问号 那这两位专家 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 他们的理由 详详细细是写在 天涯尽头何处有香秋 林黛玉的这篇文章当中 那这篇文章又收录在 传神文笔竹千秋 《红楼梦人物论》这本书里面 再来呢 林黛玉呢 他也会长大的 他跟大家一样 那他的心理性格呢 也会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而改变 那至于什么因素让他改变 又是谁来改变他呢 就请大家去看第42回 还有第57回 那里面呢 会有答案的 那再来我要提一下 台大中文系的 欧丽娟教授呢 他在他的《红楼梦人物立体论》 这么专书里面呢 有一篇文章叫 林黛玉立体论 辩证我群的性格变化 也谈到 林黛玉的 这整个人性情的转变 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是可以找来看一看的 那我们这个讲次的问题讨论呢 题目都在 第26到第28章的投影片 上面 那我就提供出来给大家 作为回顾我们这个讲次的一个内容 还有观察林黛玉可以表达的一个参考 那你认为 林黛玉是白木还是率真呢 或者都不是呢 如果都不是 那么他人际沟通的特色是什么呢 就请大家想一想 那接下来呢 我要讲《红楼梦》里面的一个活动 叫放风筝 和林黛玉有些关联 邀请大家继续来聆听 这些人的观察林黛玉有些关联